不要捉到王子 史上代位醉酒王儲 英國查爾斯王子 歷經七十年漫長等待 七十三歲時終於得償所望 成為查理三世國王 但白金和公陽台查爾斯的另一半 是現任妻子卡蜜拉 而非第一任妻子戴娜王妃 英國王室史上最矛盾的一場婚姻 最曲折的一段三角戀情 要從一九七零年代說起 任馬說的卡蜜拉一九七零年 在一場馬球比賽遇到查爾斯 交往四年後卡蜜拉提分手 一九七七年十六歲的丹娜 認識了二十九歲的查爾斯 一九八一年兩人正式宣布订婚 我驚訝她能夠帥氣 才能帶我來 而且我相信是在愛 當然 不管是在愛的意思 婚前只見面十三次 約會僅六個月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查爾斯與戴安娜依舊倉促成婚 你們倉促成婚 你倉促成婚 我會 戴安娜麻雀變鳳凰 但一場悲劇就此拉開序幕 就算為王室生下繼承人 努力融入王室生活 戴安娜仍敵不過王室最強小三 查爾斯念念不忘卡蜜拉 讓戴妃始終覺得自己是局外人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她與查爾斯正式分居 一九九四年 查爾斯認了與卡蜜拉的婚外情 戴安娜和查爾斯的婚姻 一步步走向終點 一九九五年 她與查爾斯正式離婚 兩年後的夏天 死神找上了戴安娜 一九九七年八月三十號 戴安娜與埃及男友多敵 在巴黎阿爾瑪橋隧道中 遭狗仔追車 失控撞牆身亡 威廉哈利王子年幼失目 全英國舉國哀傷 戴妃衝禍過世 卡蜜拉成為眾矢之之地 但八年過去 卡蜜拉逐漸融入往事生活 在2005年低調嫁給查爾斯 他有一個要求 隨著查爾斯繼位為王 卡蜜拉從背負罵名的王室小三 身隔成為英國七十年來 第一位王后 從威爾斯親王到國王查理三世 查爾斯與兩個女人愛恨情仇 都將永遠露印在英國王室的 歷史篇章中 進行文藥慧文 陳思寅報導 立刻下載進行文APP 一手掌握新聞實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